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 你看 这是我们的教学楼 真好 姐 你今天过来是找我有事啊 有事啊 想跟你说 我明天就回去了 你是出差啊 还是自己的事 我辞职了 这次回去应该就不回来了 姐 真的 尽量吧 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回去 还真不是 姐 我是觉得你终于想明白了 是啊 想了挺久的 其实我在北京干得也不错 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 还能挣点钱 忌讳去给比鹏看病 可是这心里啊 老是空落落的 有时候做梦都能梦见在后裔 所以还是回去吧 姐 其实我也经常走过这个问题 有好几次我也有回家的冲动 你说咱们不管走多远 毕竟咱们的根在蓝头 在咱们后牛啊 那既然这样 你毕业了也赶紧回去呗 姐 我不行了 你说我这毕业的业 我也没什么实力了 回去对咱后牛作用也不大 我就想着呢 多奋斗几年 等有点实力之后 咱们再回去一起做事 这样才能对咱后牛做出贡献 也对 你看人家大城市发展得多快呀 咱们这小地方还是落后 对了 你知道吗 咱们后牛村 刚建立起来的红薯厂被查封了 宝燕叔跟我妈可真够不容易的 每次都是 刚建着点量就来个坎 所以我还是回去吧 帮不上什么大忙 至少也能给他们分担点啊 姐 你知道这红薯厂 为啥被查封了吗 就因为一个商标 他们不懂 直接拿人家的包装袋 装咱们自己的产品 让人告了 你知道他们所赔多少钱吗 多少钱啊 三百万 三百万 这别说三百万了 三十万他们也拿不出来呀 是啊 这公司有点太狠了 还是北京的大公司呢 是北京的公司啊 对啊 我去他们公司两次 他们老板躲着不见 急死人了 姐 人家不见也是应该的 毕竟咱们有错在先嘛 姐啊 你是明天回去是吗 嗯 票都定好了 行吧 姐 你就回去吧 我自己去找他们 你要去就太好了 姐 那去前面 那这件事我就拜托二位了 杜总 你放心 二位 受不远送了 好 杜总 感谢啊 欢迎常来走客 好的 谢谢 再见 好 再见 杜总 这位周先生等您好几个小时了 你好 杜总 你好 你找我有事 找您是有点事 我能到您办公室去谈吗 好吧 这边 周先生 看你的样子像个学生 你想来我公司 杜总 您真是好眼力 我是在北京上了大学 现在研究生马上毕业了 能够进您这公司 那当然是好事了 但是 我今天不是为这事来的 我是为了大河湘 后牛村护书厂的事来的 这个事和你有关系吗 有关系 因为我就是后牛村的人 是他们委托你来谈的吗 那倒不是 我是听我们村里人讲的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 就马上来找您了 你们村现在 真的还那么穷吗 怎么跟您说呢 这是什么 这是我大学第一年的学费 就是最近原来的 这一家联系 这一家厅联系 在整个厕所 这一家厕所 这家厕所 但比你上一家厕所 穷这一家厕所 也有vale 你老公 我觉得 我不是想去 那家厕所 对自己的 妈 官司打得怎么样了 先进屋吧 进屋再说 咱进屋说 快进屋说 走走 喝水 喝水 谢谢你 我出来读书这么多年 这张红榜 我一直都放在身上 我们村呢 是穷 但是村里的人都很善良 我相信没有人 会故意做出这种 恶意侵权的事情 他们确实不了解商标法 他们也确实不知道 这会给您和您的企业 带来这么大的伤害 逗逗 您可能不太了解 我们那儿呢 十年久灾 这风沙 颜检地 这一年下来 收不到寄进粮食 直到现在 我们村的主要粮食 还是红束 大家都管我们村 叫药饭村 这是真的 现在很多人家里边 还放着药饭棍 就怕这一年下来 万一收不到粮食 他们可能还要出去要饭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别的办法 想过 这扶贫办和村委会 想过很多办法 我们开过砖窑 养过鱼 养过羊 但是因为我们那儿的地理环境 也还是因为穷 这些尝试都没能成功 知道吗 刚刚成立了红束加工厂 现在还遇到这种事情 爸 别忙了 快坐 苏儿啊 在外面工作是不是很累啊 爸 不累 爸 好着呢 爸 好着呢 爸 好着呢 好着呢 家里都好着呢 都惦记你了 这回回来打算住几天哪 我这次回来呀 就不走了 不走了 那你城里工作咋办 工作呀我都辞了 那边也处理好了 我也回了趟家 跟我爸妈都说了 我知道 咱们村遇上难事了 我这次回来呢 就想出一份力 我知道我没啥能耐 但我也不能看着不管呀 妈 只要有用着我的地方 你就说 干啥都行 你给我派工作 你看这孩子 妈知道 你呀就是牛脾气 自己决定的事 谁也劝不了 好好好 回来呀 咱们全家就高兴 留根 快 比方七色挺好的 挺好 好 好 村儿啊 这是这两年 一往家寄回来的钱 都给你攒着呢 这中间呀 应急的时候啊 拿出去花过 后来有钱呢 就都给补上了 你拿着 不是 我这钱寄回来 是给炳恒看病的 咋不花呀 家里哪有钱呀 这日子咋过的呀 过来了 都过来了 快把钱收起来 我拿着啥呀 我拿着 我在外边不怕苦不怕累 就怕你们在家过不好 这钱寄回来还不花 你看攒着 有用 快收起来 不收 攒着干啥 我要他有啥用啊 必须花了 气死我了 筑�, 赶紧哪 每个人都要 到底是吗 那些都是 drag 别人 你不要了 如果我还会 房车 你不要了 你不要了 我多骂 南村人的命他也拿不出来 冬总 我不想来麻烦您 好了好了 小周 是我没有及时了解你们村的现状 在这点上我向你道歉 冬总 怎么能您说道歉了 您是受害者 这该道歉的是我们 我代表我们村向您道歉 小周 来 你别这样 你这样让我有点惭愧 其实看到了你 我大致了解了你们村村民的状况 是你的真诚打动了我 来 坐 这样 我决定撤诉 那三百万我也不要了 真的 冬总 冬总 我知道您是个好人 但是毕竟我们村的行为 给您造成了损失 是 三百万我们拿不出来 但您看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 你看这样 我跟你们算合作 你们做身价工 用我的品牌包装销售 咱们只需要谈一个分成比例 那太好了 斗总 我代表我们村 谢谢您 谢谢 斗总 谢谢 合同呢 我按照村里的意思啊 和斗总都签好了 造型法没问题了 你们呢 就放心生产 咱们重新开业庆典的事 不是邀请斗总了吗 但是斗总呢 由于个人的事情他走不开 他就委派他的弟弟小斗总过去 对对对 对 行 随时联系 麦子说啥了 咱们还要赶紧 爸 是不是还让咱还钱呀 是不是还让咱还钱 不还了 车速了 不没钱了 还要跟咱合作呢 你 你再说一遍 电话里就这么说的 车速了 不然咱们一起 还要好好合作呢 太好了 真的呀 你 你怎么骗着 真的假的 你怎么真的呀 是真的假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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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走会儿 走啊 你等会儿 咋啊 爸 你把车卸下来 我拉你 你咋能让啊 你能行吗 能行 爸 这这么多年了 你一直照顾我 我都长这么大了 这也没尽啥孝心 今天啊 我拉你一次 钟 你把头一回 送我儿子拉的车 太晚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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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好 好了 爸 爸 我这从小啊 就爱坐你拉的车 你拉的车啊 又平又稳 我这一坐上 心里就踏实 我尤其爱躺在后面 躺在后面啊 就像是坐在摇篮上 我这摇着摇着 我就睡着了 每次出门啊 都是这个样子 我一醒来啊 我就躺在床上了 我都不知道 啥时候回到家了 你那时候 总爱睡觉 一睡啊 睡一路 是啊 真想回到小的时候 让爸再拉我一次 你看现在也行啊 现在不行了 我都长大了 他 你先爸老了 拉不动你了 不是 我心疼 这咋真多的边角料啊 是啊 咱得想个办法 我们能利用起来 喂猪咋样 我看行 行行啥啊行啊 那猪咋不要钱呢 那建筑社也要钱呢 那也不能浪费呀 得想个办法呀 又有心悦 又你来得正好 这红薯的边角料 咋弄 咱得干点啥呀 想想 这事我早就考虑过了 没啥好招啊 咋 你没有啥好办法 孙书记 你来了 那把这个给我 给我吧 你刚才叫我啥 孙书记啊 他送老三呀 穿上制服 称呼还改正式了 不用叫书记 还像以前那样 叫童花 二宗 叫童花 还叫童花 那个 宝燕 还有大翠新玉他们 都在吧 在 都在办公室呢 我就给你喊 不用 他 一口 最好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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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啥呀 打开 这这不是酒了 香的 嗯 鼻翼毛烧 鼻翼毛烧好 这是啊 这次去乡里开会呀 最大的收获 有一个酒厂要做酒 知道用什么做原料吗 红薯的边角料 这这么丑呢 刚才还说呢 这红薯的边角料 就能酿酒 红薯能做酒 但是用边角料 还是头一回听说 这要是跟人家对接上了 咱的原料 不也不浪费了吗 谁说不是啊 过去啊 咱受灾的时候 这些边角料能吃能用的 现在是白白浪费啊 俺跟这个厂家呀 已经谈了一个 初步合作的协议 怎么说呢 咱们负责原料 他们负责开发 共同经营 正为这个发愁呢 现在问题解决了 婶儿这个事来得太及时了 还有 明天老板就到咱们村来 考察 参观 哎呀 怎么办啊 这是财神爷呀 当然是财神爷 我告诉你啊 不管用什么办法 咱也得把这合同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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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顾总 可算就把你给判来了 孙芝说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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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保映说 还认识我吗 嗯 这不是那个 这不是杠铃 不是 雅 雅 雅 雇雅靂 没错 你没认识啊 太认识了 咱里边雇书记的女儿啊 雇副书记的女儿啊 对啊 积妻啊 怎么不早说呀 我们跟你爸都熟 是吗 嘿嘿嘿 快快快 咱们上総委会坐着去 上総委会 来 走 馨玥 没想到吧 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顾总 欢迎顾总 真是没想到啊 那个 来来来 走 来 慢点 慢点 这儿 这儿好行 这儿好行 别客气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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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慢点 慢点 来 顾总啊 坐这儿 来 坐这儿凉快 亮亮 想吃啥就吃啥 来 你的瓜子 花双 都是给你准备的 别忙了吗 先去说 您呀 别叫我顾总 叫我雅玲就行 雅玲 雅玲 你呀 也别叫我书记 就叫婶儿 婶儿 来来来 顾总 雅玲 来来来 尝尝 茉莉花 清香的 好嘞 还真挺香的 多喝两口 你别说 这茶还真好喝 喝两口 欣玲 你咋不说话呢 卖砖那会儿 你不还找过我吗 这现在还像个陌生人呢 没有 没有 那个 你喝茶啊 保采书的茶不轻易拿出来 给别人喝的 你尝尝 你看这你坐上酒了 叔啊 我当年从乡里出来之后呢 其实这么多年 一直在做生意 涉足的领域还真不少 刚开始是做建筑 后来呢 机缘巧合 接触到这个酒水行业 这不是根据市场需求 再加上咱们这个地儿呀 专产大量的红薯 我就想 这要是能把红薯酿成酒 那该有多好啊 但是红薯呢 是咱们的主要粮食 要是完全用红薯酿酒呢 就有点浪费 我们就改用了 红薯的煸角料 想好之后 我就组织团队呢 现在开始研发 已经有了前期的 基本的雏形 现在后期就需要一下完善 正需要大量的原料 昨儿就遇见婶儿了 缘分 缘分 一会儿啊 咱们先去厂里看看 要是没问题呢 我们马上合作 到时候我可就在村里 不走了 不走不走 我们欢迎 桃 把那个给妈拿来 服务员 服务员 哎 洪叔给你翻门口了啊 别忘了拿回去 哦 谢谢王达大哥 妈 妈 妈 出了咋不进 这家没了呀 又没什么事儿 进来干嘛 还真我就是喜欢 王达叔到咱家了 他一来咱家就热闹了 妈 要是王达叔是我爸爸就好了 他就为了 干嘛 不要 是 我 你看 你 不 刚才是 我 现在 带来 说 你晚上要是没啥事 出来呗 小河边 西台 从头也行 你有啥话现在就说完 有些话 这不得需要个合适的场合 环境吗 我在这儿 我咋说得出口啊 你还想说不出口 我看你跟人家顾总 不是挺有的说的吗 你咋是个遮啊 那 那我跟人家合作 那不对路咋行啊 你真你 我真没时间 家里好多事呢 我还得照顾秉鹏 秉鹏我看最近身体 还可以啊 没有你照顾 人家不是挺好的吗 这不是借口 就是西台那儿 不管你去不去 我就在那儿等 不用 咋啦 是不是飞进给小虫啊 你看你看 冻了一 就是那 沙子 表 那儿 那儿啥 我回了啊 好 回了 我回家 我回家 不成一生 万般不舍在心中 聚散匆匆 贪恋人间的温情 风雨珍重 细说心酸的曾经 半生相逢 却是匆匆的相送 还有什么未了的心 在梦里传心 你瞧 还有多少未完的故事 相散无声 还有什么不舍的心愿 在岁月翻腾 仿佛又听见你的声音 宛如春风 这一生恍然入梦 伏尘一生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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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谈了人间的温情 风雨珍重 没了大串 心说心酸的曾经 半生相逢 却是匆匆的相送 又想把我输入围 在我心里传手 你知道 我生了 是所有的人 都已是 我生了病才不能和大俊儿结婚的 但不是这样的 宛如成功 真的不是这样的 因为大俊儿 因为大俊儿他不爱我 他爱的是你 爱的是你 是你 我和大俊儿这么多年 他照顾我 在外面打工赚钱给我治病 那都是因为亲情 在他枕头下面 放着我们小时候的宣家符 他每天晚上 都要拿出来看 他心里苦 他爱你 与你 可是你 你一次又一次 被伤害他 我 我没有伤害他 你还想要 想要伤害他 他每次都哭着回家 你还想要 想要伤害他 妈 晴云啊 我看过这大学的时候 我想啊 我是心里难受 但是我看见她了 你不想我更难受啊 我希望她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才是我用爱失去她 这些年 我每天生活的痛苦和抗团之中 我知道 你知道啥啊 我都理解 你不理解 大嘴 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 最善良的女人 你只要有一点小小的需求 她都会尽可能地满足于你 我这辈子 我这辈子 有这么一个姐姐 我知足了 这一天 我告诉你 你不认识 我虽然身体不合你 但是 我告诉你 你要再敢伤害她一次 我饶不了你 你不认识 我看你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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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нож 你不认识 不认识 妳不认识 你不认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总 您放心吧 完全理解 好嘞 好嘞 行 那就先这样 王总怎么说 你倒是说话呀你 王总的意思上 他现在在其他方面的投资量加大了 他手头的资金短缺 咱们这批货生产完之后 他就不打算再给红书厂投资了 让咱们算算账 如果够的话 他准备把他投的资的成本收回去 利润不要了 股份也给崔永惠了 那 那不就等于撤资了吗 是啊 肯定是他的资金链断了 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了 否则他不会做这个决定的 王总不是这样的人 可是你说 他这把钱一撤走 咱这办成不成的怎么办呀 那咱也得感谢人家 当初啊 咱们最难的时候 人王总帮了咱们一把 现在他企业遇到困难了 咱也应该帮他一把 那就是说 咱真的要把钱都推回去了 看够不够呗 如果够的话 利润也应该给人一半 不能让人白投资啊 伙子 给你查查 算算 我都查过了 刚够文静 这要是都还了 咱们又是抓干毛巾的 不管怎么说啊 咱们应该知恩图报 做人 他不应该干那 不仁不义的事 这王总啊 肯定是最难的时候 否则他不能开这个口 想想当初 咱们难的时候 那就知道王总 他现在的处境 所以这钱 一定得给他 哎呀 老陈 咱俩这是第几次合作 第几次啊 报应岁数一天天大了 别的事记不住 喝酒这事请你啊 反尽的是一清二楚 第一次 劝你去候牛投资 弄沙场 这第二次呢 又劝你 到候牛去运营专场 你又想让我去投资什么呀 实话说安翔 让你去投资红薯厂 你先别说 干了这杯酒 咱 咱老同学俩再说啊 俺知道 劝你也没用 你不会投资 但是说实话啊 沙场让你亏了钱 这么多年的钱没赚回来 报应我心里一直是个结啊 心里不好受 所以这红薯厂嘛 这个红薯厂挺有名的 不是干着挺好的吗 你知道安候牛的红薯厂 我知道啊 挺有名的 在县里边搞了几次展销了 品牌叫蓝铜花牌对吧 你连蓝铜花红薯你都知道 知道 有名不有名 有名啊 大家是不是都知道 知道啊 停了 咋停了 停了 新月 我昨天啊 觉得你谈判的时候特别棒 真的 你真的是一个特别可做制裁 关键是你这个老师教得好啊 不瞒你说 我去的时候心里有点紧张 我打鼓呢 但是我跟他你后边吧 你在前面走 你穿那个连衣裙 高跟鞋 风一吹 一飘一飘的 这哪是谈判呀 咱就是去打仗的 两国会晤 我顿时就有信心了 我亲心说别说谈这小事 就是真的是打起来 我也不怕了 你教得好 真的是你教得太好了 老师你好真的 老师老师好 你好 咱俩就别谦虚了 陈建日 出来 那我去看看啊 你这小事啊 你这小事啊 进去说我都下雨了 我不进去了 省得搅了你的好事 你小点声 我凭啥小点声啊 你这个厂长是怎么当的呀 厂子都停工了 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啊 整天待在这儿干嘛 你不去厂子里 小点声 我就不小点声 你有没有资格当这个厂长 想不想到 不想到 我们重新进选 你不知道王总的事吗 咱把钱给人还上以后 手里就没钱了 没有办法呀 那你说咋呢 没办法想办法呀 你成天手里 他聊来聊去的 就有办法了吧 没有 我跟他 我就一句话 明天必须开工 你是以为闹着玩的 你说开工就开工 这么大的事儿 我是不是给大伙商量商量 关键是 咱账上现在已经是付出了 我拿啥开工啊 拿这个 这是我这些年 打工的全部急需 不够还有这个 这是给炳恒看病的钱 他没花 够不够 不够我再出去打工 我就一句话 明天厂子必须开工 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就这儿 蓝铜花牌红薯系列产品 停止生产啊 好 同学 厚牛类村主任刘宝应安不称职啊 俺也没有啥大的追求 厚牛人只要天天吃饭 能吃上白面膜膜 就终了 这些年来 带着厚牛人 转场 沙场 红薯场 宝应带着乡仙们是 左冲又突向 突围出去 冲不出去 心里愧对乡亲们 宝应哪 你为厚牛做得够多了 没必要自责 脱贫不是件容易的事 脱贫 脱贫 宝应想的天天就是要脱贫 做梦也是脱贫 睡觉也是脱贫 走路吃饭满脑子 就是两个字 脱贫 还有两个字 就是致富